而就美国的交通运输成本来说 随着油价的飙扬 随着通膨难以压抑 成本会越来越高 欧盟在这个星期通过了制裁禁运俄罗斯的石油 年底前会减少九成俄罗斯石油的进口 国际原油价格立刻反映上涨 布兰特原油飙升近2% 每桶116美元 那么叫苦连天的美国民众交通支出一定增加 那么通膨已经让拜登现在的民调直直落 他会见了联准会主席和财政部长叶伦 同时公开向全民喊话 他不会干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而联准会主席表示 还是持续要透过升息冷却通膨经济 直到通膨明确降到标准值为止 美国通膨率创40年新高 老百姓对经济的看法也越来越悲观 约有七成的人认为经济不理想 周二总统拜登邀请联准会主席鲍尔 和财政部长叶伦到椭圆形办公室会面 展现对通膨危机的重视 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绝不会干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但言谈间也暗示联准会在升息意志通膨的同时 也要顾到经济成长 这让才刚通过参院连任任命案的Fed主席鲍尔 感受到压力 拜登过去一年多来一直想说服民众 相信通膨只是暂时 他也提出乐观的经济数据 以增加民众信心 但通膨持续恶化 也让拜登威信受挫 财政部长叶伦率先承认错误 欧盟已经通过 禁运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在年底之前将减少百分之九十的进口 加上中国大陆上海解封 预期能源需求会增加 国际原油价格再次上涨 布兰特原油飙升近百分之二 美国民众更是叫苦连天 因为交通费又要增加了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周二收盘为服下挫 除了受油价上涨的影响 联准会理事华乐透露 将在接下来至少两场会议中 每次升洗两码 直到将通膨控制在 百分之二的目标达成 这也引发了经济衰退的疑虑 拜登30日投书华尔街日报专栏 详述解决通膨的三部分应对计划 包括货币政策 确保家庭可负担支出 史上最大规模石油储备释出 修复供应链和加强基础建设等 通膨危机重创拜登的支持度 目前已经跌到42% 11月其中选举逼近 白宫也将火力集中在解决经济问题上 政府能挽回多少民众信心 还有待观察 但许多经济学家评估 美国的经济问题目前尚未触底 TVBS新闻总和报道